四社法 是世尊教给我们 与大众相处的四条街 人不能够脱离人选 跟大众在一起 我们要怎么做 第九十四社法 我们当年 08年09年 我们在新加坡 团结九个宗教 做得很成功 当时新加坡 有一位部长 曾思森先生 他问我 你用什么方法 能把这些 不同宗教团结起来 我这佛教给我 他很惊讶 佛教的 佛怎么教的 是四社法 他对这个很重视 四社法里头 第一个是 不是 这个不是 我们用现代人的解释 送礼 人跟人往来的时候 头一个就是要送礼 礼多人不怪 你要懂得 我应邀到新加坡 讲经 发源非常殊胜 眼培发死 有一天 有一天 请我吃饭 在林芝素食餐厅 就我们两个人 没请别人 他也是问我一个问题 你的发病 为什么那么好 我就告诉他 行四社法了 同一个布施 人家要我来奖金 我还没有来 先把这些 经论善书 戒缘的东西 统统都寄过来了 听众的时候 每个人都拿到了 欢欢喜喜 吉隆坡 第一次去讲演 我们的活动 好像只有两天 我们没到吉隆坡之前 运的戒缘的东西 卡车已经装了 两个卡车 运过去 差不多有七八顿了 以物先运过去 我到日本去访问 送个日本净土总 每一个道场 也不大赃金 送了三十部 这是四社法里的布施 人家欢喜 第二个爱识 爱识 是对他真正的关心 这叫爱识 不是说好听的话了 要为他着想 他有哪些困难 帮助的结局 真诚的爱护他 关怀他 照顾他 后面就是互作合作 这做朋友啊 第三个是例行 我们所作所为 对他有好处 没有坏处 对人家欢喜 宗教与宗教之间 最怕的 是拉兴徒 这个一定要知道 宗教与宗教之间 最怕的 还有一种事情 自赞会他 我这个叫好 你不如我 这个话不可以说 要平等 要学谦虚 要学赞叹别人 人家才 乐意给你往来 你要自己赞叹自己 要回望别人 错了 别人就跟你划界限了 永远要防范你 你不就错了吗 至于为什么 有这么多宗教呢 众生根性不像头 文化背景不像头 生活方式不像头 在过去 人与人之间 没有像现在 这么方便的交通 没有自寻 真的 老死不像往来 我小时候住在农村 确实有老人 一生没有经过城 人家城市都没去过 城市不远了 我那时候要走路 都没有去过城市 最近的就是 居住自己地区的小镇 所以 形成许多不同的宗教 都是神圣 在教化业方 所现实的 我们这种观念 他能接受 他欢喜 所以 对一切宗教 都尊重 绝对没有批评 普遍赞叹 四舍最后一个 是同事 同事很难做 我们只能够 做狭义的同事 不能广义 狭义是什么 我们要探紧 我们要互相学习 不但学习 我自己的宗教 经典 别人宗教经典 我统统学 我非常认真 努力在学习 狭习 广义的同事 那要证了果的人 才能做到 不证果 不容易做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